唐思年看了看蓝湛 又看了看魏无羡 好奇地问道 吴县 你认识蓝湛 你们怎么会在一起 魏无羡用余光留意着蓝湛 微微一笑 我来应聘蓝先生家的家教 哦 怪不得你说今天会来微光 唐思年恍然大悟 微光咖啡馆距离号称理工大学很远 若不是有事 魏无羡不会来这里 唐思年继续说道 蓝湛家的家教 你不早说 不然我帮你推荐一下 你直接就能到他家去了 对吧 蓝总编 您会卖我这个面子的吧 唐思年一边说着 一边在蓝湛身旁坐下 然后故意轻轻撞了一下蓝湛的手臂 看着蓝湛淡漠的俊脸笑得一脸温润 蓝湛没有回答 他的注意力仍在魏无羡的简笔画上 心中疑云重重 构图比例协调 线条流畅 主题突出 画面动感活泼 一看便是热爱绘画 经常绘画的人 可为什么仅获得过世级奖项 是没去参加过更上一级的比赛吗 钢琴为什么也只考到八级就止不了 你看看你 又不理我 你自己不喝咖啡 也不给吴宪和我点一杯 小气啊 唐思年一边嫌弃蓝湛 一边挥手招来服务员点担 他和蓝湛是高中 大学同学 虽然两人性格一冷淡一温和 却出人意料的合拍 关系一直很好 为吴宪听了唐思年的话 盲板手道 思年哥 我不喝咖啡 你点你的就行 我请你喝 你不用总和我这么客气 说不定哪天我们就成为一家人了 蓝湛猛然抬头看向唐思年 唐思年被盯地打住了话题 眉毛一挑 也看着蓝湛问道 你看我做什么 我的话有什么问题吗 他想了想 又问道 难道 你请的家教不能谈恋爱 不能结婚 我还以为你只关心你的魏英 其他什么都不在意呢 蓝湛听见你的魏英四个字 脸上热意更盛 都不敢看向魏无羡 端起桌上的玻璃杯子 洋装要喝水 他希望唐思年继续说下去 可唐思年却转而提醒他 你杯子里墨水了 蓝湛面色懒然 放下杯子 转头看向窗外 魏无羡不解地看着蓝湛的反应 目光随蓝湛也望向窗外 这一看 把他吓一跳 他发现 刚才他正对着这位蓝先生 在梳妆打扮 他心想 应该不会那么凑巧被看到吧 不然这也太尴尬了 服务员走了过来 唐思年为自己和魏无羡 各点了一杯卡布奇墨 也为蓝湛蓄了一杯水 他点单的时候 蓝湛转过头来 偷偷看向魏无羡 而魏无羡也正偷偷观察着蓝湛 两人目光相接之后 向初电班各自迅速撇开视线 蓝湛继续看向窗外 而魏无羡则低下头 假装整理背包里的东西 两人各怀心事 魏无羡担心的是蓝湛不录用他 而蓝湛想的则复杂得多 蓝湛的大学同学 基本都谈过恋爱 有的已经结婚了 唐思年也恋爱过 但他是个不婚主义者 所以一直是单身状态 唐思年知道蓝湛 切而不舍地在寻找魏英 又见蓝湛从不谈恋爱 甚至都不多看女生一眼 便开玩笑地问他 蓝湛 你该不会喜欢那个魏英 所以一直在等他吧 蓝湛喜欢魏英吗 连蓝湛他自己也不清楚 他只知道他弄丢了魏英 有愧于魏英 不找到魏英 他便不谈恋爱不结婚 眼前这个男孩 总让蓝湛想起魏英 如果他真是魏英 应该很受女生欢迎吧 或许他正在恋爱中 思年的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想到这里 蓝湛心里莫名一阵闷度 有种自己倾注全部经历和心神栽培出来的花一招被人摘走的失落感 16年前 蓝湛父前蓝镜时任号称军区司令员 魏英父亲是蓝镜的秘书 他因公训之后 蓝镜收留魏英母子住进了蓝家大院 魏英母亲是个园艺师 负责蓝家大院绿化的日常养护管理和花卉布置 11岁的蓝湛第一次见到5岁的魏英时 魏英正蹲在一个花盆前 双手托着下巴紧盯着盆里的土 小嘴不停地喃喃自语 种子种子你快发痒 我好想看看你会开出什么样的花儿 好不好看 好不好吃呀 蓝湛经常看见魏英在大院里吃花朵 坐着也吃 走着也吃 吃得津津有味 似乎在他眼里什么花都可以放进嘴里尝一尝 蓝湛还经常从自己的书包里掏出多姿多彩的小花束 不用猜 他也知道是魏英的杰作 因为魏英喜欢用剪下来的枯枝和花珠扎成花束并送给他 当面送不成就偷偷塞进他的书包里 长大后 蓝湛不顾父亲蓝静的极力反对 报考了园艺专业 但是毕业后他没有成为园艺师或花艺师 而是创办了一家名为花时尚的中餐厅和一家名为花间道的杂志社 短短四年时间 蓝湛将两家公司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传媒 美食 教育 投资 工艺等七个板块的中大型文化产业集团 名为花飞花 因为他偏爱花间道多一些 时常去杂志社 所以他的员工们都习惯称呼他为蓝总编 一切都与花有关 与魏英有关 时光流逝 岁月沉淀 满满都是光阴的故事 蓝湛自己也慢慢喜欢上了花 喜欢上了与花有关的一切事物 问 想什么呢 一脸不开心 唐思年打断蓝湛的思绪 他抿了一口咖啡后问道 你到底有没有打算录用无限 他就和我妹谈个恋爱 这不是家教的禁忌症吧 蓝湛默默看向魏无限 不不不 蓝先生 我只是在思年哥家帮他照顾几只猫 不影响当家教的 魏无限着急的不行 唐思年这时在帮到忙啊 他什么时候和思年妹妹在谈恋爱了